這個寬度只有八十公分的鐵門 上了三道鎖 裡面還關著一個人 蚊蟲飛來飛去 這裡看起來就像監獄 隔壁的空間也住著一名盲人 走進房間就聞到濃厚的尿騷味 觀音山達摩洞二十二年前就被爆出收容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議員說他們在這裡一天只吃一餐 廟宇蓋在達摩洞上面 有名住的宙氏違建的鐵皮屋 當年的道友一臉無奈的說 他們是家人自願送來的 宗教團體大發慈悲收容病患 還疑似替人治病 不過附近社區的住戶 對於這種行為無法接受 住持想了辦法 讓山洞裡的人穿上義工背心 賞捷掃地 證明他們對社區無害反而有貢獻 我也沒賣 我也沒醫療的 也沒使用精神病患 經過二十多年 社會局當年要處理的達摩洞板前問題 至今還在觀音山持續經營當中 如今釀成意外 也讓當年乘風往事再度曝光 華視新聞梁洪志趙若萍 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盈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成功 呃 我們在建設中 聖的